在爷爷的逼迫下 王继良追到了北京 他到老爷家时 我正好不在 那些天 我总是一个人 在北京的街上转悠 不愿意待在老爷家 因为太憋闷 太不痛快了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我听着呢 其实我和你 也没什么可说呢 真的 那你来干什么呀 你不是想离婚吗 对啊 怎么样 可以啊 那好 那我就谢谢你了 不过 我有个条件 你说 王高这孩子 以后和你就没什么关系了 你笑什么 我笑什么 你说王高跟我没关系了 那我问你 王高跟谁有关系 你说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王高呢 你把他藏哪儿去了 他出去了 啥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 行 我等着他 他一回来我就带他走 你怎么就知道他愿意跟你走啊 他不跟我走跟谁走 他是我老王家的人 他不走也得走 干啥去啊 我该做饭去了 我呢 你等着吃饭呗 我不愿意见你吧 要不你走吧 走哪儿去啊 回去呗 凭什么呀 你想什么呢 你给我听明白了 王高要是不跟我回去 我就不走了 我就住你家 我看你们敢把我轰出去啊 高红俊 你别犯糊涂啊 我王继良是什么为人 你不是不清楚的 我是说一不二的主 王继良 我说你也别犯糊涂啊 王高他是你儿子吗 我不听废话 走 找王高去 送我开 我去 我去 你算了你 阿姨你们干吗 老高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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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你 你 你胆子也太大了 居然敢在我的家里 动手打人 咋的 我打的是我媳妇 她是我女儿 你女儿嫁给我王继良了 你不知道咋的 她要跟你离婚 那得看我答应不答应啊 姓王的 我不认识你 你给我走 滚出我的家 爸 你怎么回来的 王高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爸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王高 那个 你上那一屋待会儿去吧 快去 干什么 让他听见爸什么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他该了解了解了 你怎么回事 姨安安安安让你跟我回去 你甘不甘我走 王高 我master 他怪我 肥子 因为你最好 自食 我最好 你说话呀 你是我爸吗 我被王岐灵领回家没多久 我妈也回来了 是回来离婚的 这次她是真的铁了心 我知道她的心思 也理解她 要我说呀 这事能拖尽量拖吧 过一阵 那兴许又好了 你说这能拖多少天 再说了 人家红军提离婚提得对 那换谁她也得离呀 你们老王家 算是倒了血霉了 除了你弟弟这么个混账玩意儿 人是活的 长得两刀腿呢 你也不能用链子给拴起来呀 再说了 老王家还有咱们龙生呢 不比王高那混小子强啊 咱龙生不姓王 再好也白搭 他王高倒是姓王 我看哪 你要说啥 我把话给你搁着 早晚他还得走 你不信啊 不信你就等着瞧 你不信啊 龙生 你怎么在这儿啊 找王高啊 他不在这儿吗 你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王高他怎么了 舅妈 求你别离婚 别离好不好 你说什么 我 我 这话是你自己说的 还是有人教你呀 不是 是我自己呀 你自己 你懂什么呀 我的事你怎么管得了 你不许把王高带走 不许 就是不许 好 我明白了 那你不和我就离婚了 不可能 为什么 你就别管为什么了 你又不懂 那王高呢 你要带王高一起走吗 王高 他不走 真的 您说要算话 不许反悔 行了 走 进屋吧 行啊 他既然答应了 咱们哪也别死拦着 那龙生他爸说的对呀 心不在这儿啊 人也留不住 可我就怕他是嘴上说说 哄咱们的 你还不傻 那你是说这红军纯心骗胆吗 他不是那样人哪 他说 诚心不诚心说不好啊 可一个当妈的 能舍得下亲骨肉吗 也难说 那红军啊 他不是那婆婆妈妈的人哪 当初生孩子 不也没药 那不给了人哪 那时候他多大呀 十几岁的一个丫头 他懂什么呀 反正啊 他心够狠的 他那儿子也不是不知道 你说高啊 可不 那回他跑了 不回来了 我跟红军去找他去 我亲眼看见他问他妈呀 你是我亲妈不 那样子可吓人了 你说这回他要是再知道 他妈不要他了 那你 高儿啊 刷鞋呢 你跟着不 奶奶帮你刷 您甭管了 给我吧 来 您甭管 甭管了 我自己来 您歇着 您歇着吧 您看我干吗呀 怕我刷不干净了 你这阵子 你这阵子心里头难受不难受啊 咋了 你妈跟你爸 我知道 我全都知道了 你妈呀 非要离 你爷爷说了 你妈呀 非要离 那谁也没法子呀 离就离吧 不过这回呀 你妈可是真不要你了 不过也挺好 她走她的 咱们过咱们的 你说是不是 反正我说像你妈这样人哪 也少见 哪有这么狠心的呢 连自个儿亲儿子都不要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 她要想要啊 也难 你是王家的人哪 甭难过 该傻样咱还傻样 啥也缺不了 高儿啊 你咋不吭声啊 我妈她真的说了 说不要我了 那还能假呀 我还能骗你呀 红口白牙 她亲口答应我的 我还能骗你一跳吧 我以为你去奶奶家了 我刚去找你 说你不在 你爸呢 又出去玩去了 行 就咱们俩 就咱们俩 太好了 妈呀 真想跟你好好说说话呢 怎么了 高儿 不理我啊 老头转过来 你说你这是干吗呀 赌什么气呀 赶紧转过来 咱们俩啊 得好好谈谈 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 我要走了 走吧 走你的 跟我有没关系 你是我儿子 你不是不要我了 谁说的 谁说我不要你了 是 是不是奶奶 那你说 你带我走吗 你现在就说 你不敢说 不敢说 说不出来吧 你就别装了 我装什么了 我 我说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说话呢 你以为我心里不难受啊 你觉得这事 都是我愿意的 我 我想这样的 是我是说了 我 我 我不带你走 可那不是因为别的 我是因为龙升啊 龙升 龙升怎么了 龙升来找过我了 求我别带你走 他说他舍不得你 他都哭了 他都哭了 所以啊 我答应他不带你走 当然后来我也 答应你奶奶了 我说了不带你走 我自己走 我知道你听了 会挺难受的 我不难受 我根本就不想去 我不信 不信拉倒 行 月晴 不管你想不想去吧 反正最后啊 都由你自己来决定 我就是想把我的计划告诉你 我就是想把我的计划告诉你 什么计划 其实啊 也说不上什么计划 就是我最真实的想法吧 我这次回北京已经联系过了 我这次回北京已经联系过了 北京那边呢 答应接收我 给我安排了一个工作 可是是什么工作 我现在一点都不知道 所以我想来想去 我这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所以我没法带你去 说了我不去 说了我不去 我想这事啊 急不得 只有等 等我安丁下来了 那时候我再来接你 你先住这儿 跟爷爷奶奶过 以后 我一定接你走 跟我在一起 我答应你 谁要去北京了 我不稀罕 我知道 姥姥姥爷伤了你了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又管不了他们 他们比我厉害 我不是还得靠他们的吗 要不然 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能有什么办法 他们就是混蛋 有什么了不起的 看不起人 你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那是你的事 我不 打死我也不 我这辈子都不想见他们 不想理他们 你找他们我不管 你走了才好呢 不许瞎说 他们是我的父母 可是你是我儿子 每次我听见他们说你不好 我这心里悲涕有多难受了 我有时候也想啊 我跟他们大吵一架 跟他们大吵一架 可是我不能 我只能忍 我有时候也想 你说他们 他们怎么就不能对你好点 我不需要 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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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是我儿子 你知道吗 你是我儿子 我儿子 你别哭 这有什么可哭的呀 妈 我 你 你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妈 收拾呢 也没什么可收拾的 您有事啊 给您买了件羽绒服 你买它干吗呀 是他爷爷让买的 妈 我不能要啊 一件都买了 那您留着自个儿穿吧 您就别推三组四的了 这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就是份心意 你就要走了 你这一走啊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呢 我跟他爷爷啊 就是觉得了 我怪对不住你的 妈 您别说这些了 谁也没有对不住我 这些年啊 我都看在眼里了 你确实是不容易啊 你说谁心里没个数啊 这每个人的路啊 都是自个儿走的 谁也踢不了 话随时这么说呀 妈 我说的是真心话 兴许啊 你的好日子都在后头呢 你说在我们老王家 也没过上天好日子 这哪儿画呀 您瞧我这身体 多结实啊 还要怎么样啊 妈 来 妈 您坐 妈 其实人哪 得这么想 你说这世上的事 哪有十全十美的呀 别说十美了 那有一美就不错了 妈 您别以为我是说着玩的 我呀 是真想明白了 咋想明白了呢 其实也没什么 您说这人 这活在世上 谁也不容易是吧 那不容易不是也得活吗 那哭着是活 笑着不是也是活吗 都得活 我呀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 我愿意笑着 您呢 妈 您也笑吧 笑着好 笑比哭好 对 不是有那么一句歌词来着吗 怎么唱来着 对啊 你说这就在嘴边上 怎么就又想不起来呢 好些那么的事 想不起来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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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 我还是以为你爸呢 快快快过来 你干吗呢 快过来呀 坐下 这 这么多钱哪来的呀 偷的 这钱啊 留下来可不容易了 这是一千二百块钱 比你留着 这 这真是给我的 当然了 收起来吧 那放兜里可不行 那放哪儿啊 得藏起来 藏哪儿合适呢 要不藏床底下吧 哎呀 城底下也不行 太危险了 咱哪儿合适呢 妈 你给我这钱干吗用啊 给你留着 比方万一啊 高儿 妈的火车票已经买了 这回 我是真的要走了 我不敢说 我什么时候能让你去北京 也许用不了多久 也许 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我要你知道 我一定会来接你的 这钱啊 你收下 千万别让你爸看见了 听见没有 知道了 知道了 好好的啊 你 你也好好的 你放心吧 我一定 我就是担心你 我没事 我好着呢 他是不担心你 我还好 你跟他说 他不担心你 你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呀 你过来 啥事啊 你过来 给 啥啊 钱 这么多钱 你哪儿来的 我妈给我留下的 那 那你给我干啥啊 你帮我收着 你个傻瓜蛋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我明白了 你放我这儿放心吧 肯定丢不了 你个傻 我妈就那么走了 把我留下了 这辈子我再也没有那么自由过 我一天天地和龙生玩 都快玩疯了 你看这人可能这样写啊 你说这人多坏啊 好 那个穿西装的男的是谁啊 你认识啊 这是小点儿啊 怎么了 那是我中学老师 那你躲什么呀 不好意思呗 什么不好意思 我呀 文革的时候批斗过他 还踢了他一脚呢 你可真行 那会儿我是红卫兵 就他有一舅舅在台湾 就说他是特伙 他朝这边看呢 那怎么办啊 我去厕所啊 喂 师傅 师傅 能不能帮我找本书啊 来了 陈老师 您好 陈老师 您不认识我啊 你是高红军 对 是我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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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这儿工作 您 您还认识我啊 当然认识 印象深刻 对啊 陈老师 刚才 不好意思 我 我差点想逃跑来着 跑 那怎么没跑啊 想想不应该跑 这跑了算什么呀 我应该啊 向您道歉 对不起啊 行了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这 我可什么都不记得了 就那会儿 我 我还批斗过您 还踢过您一脚呢 真的啊 有这么回事 不 不记得不记得 没有 我可真的不记得了 就那时候 在学校批斗会 好多红卫兵围着您 可能您没注意我吧 说实话 我谁也没注意 我就记得 当时一大帮孩子 围着我又喊又叫的 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那时候年轻啊 真是太年轻了 你现在怎么样 还好吗 我 我挺好的 结婚了吧 有孩子吗 我 我离婚了 对不起 没事 我就是离了婚 我才带回北京的 我刚回来不久 好 人生啊 人生就是这样 很曲折 您 您身体还好吧 你看呢 我看还行 您一点都没变 还那样 还那样呢 我都快成老头了 怎么会呢 您还教学生吗 哦 不了 我早就不当老师了 我现在在地理出版社工作 那太可惜了 我那时候啊 最爱上您那个地理课了 那是我最爱学的 真的 我怎么记得 您老师不专心听讲 进调皮导弹来着 不会吧 我 我什么时候调皮导弹了 不可能 对了 陈老师 您妻子怎么样啊 我记得她特别地漂亮 是我见过的 最漂亮的女人 真的 您 您怎么了 没什么 我们挺好的 您这不是不打自招的吗 我也没说你们不好 她怎么样 还好吧 她呀 还那样 还在歌舞团工作 哦 对了 她是一演员 对吧 唱歌的 好唱对的 是吗 陈老师 您可能不知道吧 那时候啊 我们老私底下议论 说您有点配不上她 是吗 我倒想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她长得那么漂亮 您长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长得不怎么样 你长得丑 丑到算不上 但是 总不至于美吧 不过 您穿这身衣服 倒是挺精神的 还挺气派的 谢谢考奖 您还不好意思呢 是吗 该起了啊 该醒了啊 啊 德德 咱走咱的 走 上班你 你让她一人在家 放心吧 家里没钱 都在身上了 走 你真是没关系 我真是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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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舅 你弄我鞋干啥呀 没动啊 我啥也没动啊 你坐下坐坐坐下 坐下 容胜 这鞋盒子里边的信封 是怎么回事 那 那是 这里面的钱是哪来的 钱 钱是我的 是我自己攒的 一千二百块钱都是你攒的 是我攒的 你要干啥 别怕 别怕 别紧张你 大舅不会跟你说出去的 要不这样 你把这钱啊 先借给大舅 大舅过几天 过两天就还你 加倍还你 不行 不行 怎么就不行 就这样吧 真不行 大舅 你不能拿走啊 怎么就不行啊 不能把钱拿走 哎呀 大舅不是说要还你吗 你还怕我赖账啊 来 请 大舅 这钱都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那是谁的 是 是王高的 王高的 那正好了 我答应替他保管的 我告诉你 我是王高他爸 王高的钱就是我的钱 现在我宣布 王高这笔钱 我保管了 好 去吧 去吧 来吧 王哥 我对不起你 你小姐有病啊 说话呀你 哥伙儿 怎么打架呀 松手 我问你话呢 怎么回事啊这是 咋打架呀 松手 怎么回事这是 也没人打架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跑过来 稀里糊涂的也不说话 说呀 那这是咋的了 龙生啊 你这脸怎么这样了 姐 钱没了 什么钱哪 啥钱 我舅妈给王购的钱 她让我帮她藏起来 我把钱藏在盒子里了 她妈跟她来我家 把钱拿走了 你看那是你舅给拿的 我拦了半天 她转身就跑了 这脸也是你舅打的 真不像话 你说这混蛋的玩意儿 咱们这么缺德的她 王购 我对不起你 高儿啊 高儿 回来呀